日圓維持在五算水平 但仍未有駕去日本 那怎算好呢 其實留在香港 一樣有很多日式料理可以選擇 等我今天帶大家談兩餐 一間主打和牛 一間主打刺身和卷物 馬上去試試 一進來馬上覺得 很有日本餐廳的感覺 首先裝修是木系的裝修 很簡潔的 有榻榻米的座位 還有巴桌 可以近距離欣賞到師傅的廚藝 大廚當日亦都會精選不同的刺身 今天就有中拖羅 油甘魚和帶子 來到和牛的部分 大廚說今天的和牛是來自鮮台和紅本 就這樣看都見到油脂分佈得很平均 雪花很美 說到牛 我自己最喜歡吃的部位就是牛舌 這個套師傅都安排了一個厚切和牛舌心 牛舌心果然是最嫩滑的部分 一咬下去 那些肉汁滴出來 還有外面就有少少炭火香烤的味道 中間就有很濃的牛味 非常好 這個就是酸味醬油即和牛草土 它的口感很有趣 跟我們吃到的牛肚就不一樣 而且它已經調味 所以就沒有內臟的味道 不喜歡吃內臟的朋友都可以來試試看 我一次過幫大家試完三款牛 和牛不同部位都有點不同 但其實中指就是入口即用 我最喜歡這隻牛柳 因為它雖然是軟 但它沒有那種很油脂很重很油的感覺 反而肉味非常之濃郁 又挺有趣的 三款食材其實都有自己各自的鮮味 但又不會太腸 很有層次的味道 這個就是大廚重點推介的 黑松露日本和牛海膽卷 大廚是極力推薦一口吃了 一擺入口之前 已經聞到黑松露那種香味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海膽就噴出來 再加上和牛那種和牛香 Oh my god 絕配 這個套裝不會讓你停 還有一款海鮮 今天大廚準備了這個地蜆 看看多麼肥美 聞起來超級牛油香 讓我試試 試了這麼多款和牛的部位 可不可欠了些東西呢 牛肚就試了 不欠了就試牛腸 這個就是味噌和牛小腸煲仔飯 絕對是有Fusion的感覺 因為是日式的食材 但是港式的做法 好惹味 還有牛腸是很軟很軟的 雖然說和牛就是很昇力脆的日本菜 但說到日本菜 又怎可以不吃天婦羅 卷物、鍋物這些呢 各位跟我來啦 刺身評判已經夠豐富 有五款時令刺身 至於前菜可以選擇鮮台牛舌煎 或者清酒煮蜆 他們的特色卷物一向都夠創新 我今次選了火山 聽說很有試過效果 原來上台時自認是會點火的 我都忍不住要拍幾張相 加上表面鋪滿了蟹柳 蟹子 打卡即是100分 鍋物就可以選牛肉瘦器鍋 或者豬軟骨野菜鍋 至於套餐也包含特飲 不過如果喜歡喝酒的朋友 就可以用優惠價錢升級 轉飲清酒 這間兩間餐廳的套餐 在OpenRush都可以預訂到 訂台的同時訂餐還有優惠 不要等了 立即預訂台啦 我們在錄影裡 突然以來 這裡 在錄影 在錄影 這裡 我們還好